為了讓自己愛喝水 所以我就會貼一些 自己喜歡的圖案 然後這個就是 其實我不一定喝到這麼多 但是我一定要裝滿 告訴自己我盡量可以喝 就多喝喝水 一 二 三 五個 然後都裝滿 每天都把它喝完嗎 我依照心情 其實我本來的水平 不只這麼多 是因為板夾板 我本來有幾十個那麼多 但是你有花心思 去告訴自己要多喝水 但是不見得會做得到 是 就像我每天早上醒過來 我會先喝大概 兩百五十的溫水 對 然後我就忘記了 有時候我整整一個禮拜 才突然想到 我好像這個禮拜 沒喝到什麼水 天啊 所以我剛才一開始問說 妳今天喝水 或是妳喝多少水 真的不知道 對 不清楚 我曾經就是有一段時間 然後我真的就不喜歡喝水 讓我都忘記要喝水這件事情 然後有一次半夜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為什麼一直想上廁所 然後半夜大概 起來二十幾次有 一直去上廁所 到後來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上廁所根本 我有尿液 可是我根本沒有尿 後來我是直接 就在馬桶上睡著的 然後我起來一看就 我嚇一跳 我想說怎麼都是血 前面也沒幹嘛 也沒怎麼樣 就突然之間就 怎麼突然 這麼痛 然後就血尿這樣 我自己嚇一跳 想說天啊 我怎麼尿出血了 而且妳每去尿一次的時候 就痛一次 對 對 真的 所以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就是趕快跑急診了 有 我去掛急診 然後後來掛急診的時候 醫生還跟我說 妳先驗尿一下 我現在說 我已經尿血了 還要再驗尿 對 我那時候 妳不覺得那種是酷刑嗎 真的 酷刑 然後我自己也嚇一跳 想說天啊 我還是尿血 整個是很慌的 後來醫生就說 妳這個就是膀胱炎 對 水喝太少 對 水喝太少 我才回想起來 對耶 我真的 那整整一個禮拜 我都喝飲料 我都沒喝水 而且我們算是 即時處理的 醫生來說 如果妳水喝得太少 其實我們腎臟機制功能 是不是會被破壞 會受損嗎 對 應該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的 我們喝這些水的話 其實它就會寫助去沖刷 我們泌尿道那邊的細菌 對 所以如果說我們喝的水不夠多的時候 細菌在那邊滋生 那在那邊滋生之後 其實就會造成我們俗稱的 泌尿道感染 那這些細菌 它可能就會一直往上跑 往上竄 往上竄 所以可能 那像 尤其是我們常會說 女性朋友的話 一定要多喝水 因為女性的尿道比較短一點點 所以這些細菌 很容易跑到膀胱 就變膀胱炎 那再繼續往上跑 就跑到腎臟裡面去 就變腎臟發炎了 所以我們當然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就是說 其實水除了跟泌尿道感染 之外 那其實還有其他一些部分 像水的話 其實是我們身體裡面去解毒 比如說我們肝臟 把我們日常生活中 接觸到那麼多毒素 那它把這些毒素 它把它排毒 排出來之後 它也會送到兩個地方 一個是腸道 那一個就是我們的腎臟 所以你看 當我們水分不夠的時候 你看 就這些毒素就累積在腎臟 累積在腸道 像小朋友 我們家小朋友不喜歡喝水 他就常常會有一種 便秘的問題 是 就是 他曾經有過一個禮拜 都沒有上廁所 天啊 很嚴重 然後他自己肚子又痛 他又想哭 但是 就是 喝水沒有養成這個習慣 所以就很容易產生這種問題 那 一起你們家的水是 是怎麼都自己燒嗎 還是你都還是有些方便都會買桶桶水 其實我之前的習慣就是 因為我自己會忘記喝水 所以我都會 譬如說買那個方便就瓶裝水 那有時候開車嘛 加油站會送你兩瓶水 那我就有時候打開喝了兩口 就覺得口渴的時候喝了兩口 然後就蓋起來 放了兩三天之後 我忘記了又拿起來喝 我曾經因為這樣然後拉肚子 然後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但是後來我有改善 因為我覺得太不環保了 因為太多瓶瓶罐罐了 實在太不環保 我就家裡有裝了那個淨水器 對 因為我喝家裡的水 我會喝出那種有點像是 消毒藥水的味道 對 所以我覺得裝了淨水器之後 我覺得有差 就那個水喝起來就是比較柔損 那醫師買瓶裝水喝OK嗎 因為其實剛剛 基本上來講 立芹剛剛講那個 其實是一個比較NG的行為 對 比較NG的行為 我意思就是說 因為其實第一個 他把那個瓶裝水放在車上 對 那車上的話 其實有時候可能在戶外曬到高溫 對 那可能的話 可能會造成那個水 可能會有些變質 那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說其實我們這個瓶裝水 打開之後 那我們會希望說就是 儘快喝完 不要放隔夜 或者說放太久 另外比較NG的行為是說 其實他們常常會去把這個 因為瓶裝水這瓶喝完了OK 但是他又把它當成碎乎 這樣也是比較不好 為什麼 對 這個基本上來講 因為我有洗乾淨 有沖乾淨啊 對 洗乾淨 沖乾淨沒錯 但是因為還是一樣 就是說他打開了之後 那第一個就是說 他可能接觸到空氣等等之類的 對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其實我看到很多長輩 他們也會去把這個水瓶 然後直接拿去加熱水 那雖然就是說 大部分我們的這些寶特瓶 有被挑選過 但是大部分都是比較 不耐高溫 所以如果說那個 100度C的水一下去 其實有可能會讓它變形等等 那像剛剛那個 麗琴講 就是它有裝淨水器 主要是因為它這個水喝起來 有一點比較消毒水的味道 可是如果以自來 台灣的一個自來水品質 應該算是不錯的囉 以雙北的一個水質來講的話 其實基本上它有達到一些 升飲的一些等級 但是因為畢竟有那個味道的話 其實就是說 因為我們可能會要做一些消毒 所以裡面可能還是覺得 會有一些含氯的 這種消毒水的那種味道感覺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把我們的水其實拿來直接做煮沸 那也是OK的 當然就是說其實 當然說從自來水廠出來的水 可能是OK的 但是我們社區的一些水塔 蓄水池這些 還有那些水管 也太老舊了 是 對 搞不好喝到一些比較重金屬 是啊 但我自己煮水 我會特地就是 它水廢了 我會讓它再關小火 然後讓它再沸騰個大概一分鐘 這樣可以嗎 那你會把那個壺蓋打開的那種 會啊 會啊 然後再開抽油鹽機 讓它就是把那個綠還是什麼 這樣把它抽走 對 把它抽走 這樣很有現狀的概念 好了 先給運動完的孩子 好 運動完 配一杯加料水好了 好 如果是我自己 我當然是喜歡檸檬片啦 可是他是剛運動完的小朋友 對 他們會加什麼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這個 就是 我這不太大吃了 太多了 你先拿一點點吧 是不是 這樣還是太多嗎 我應該不能那個幫你的 這樣 好啦 這個是煙巴 因為它就是那個 對 我覺得它電解質嘛 對 電解質 OK 好 就這樣就好了喔 對 小朋友就這樣就可以了 喝啊 那也太無味了吧 算了啦 我加點檸檬好了 加點不適合好了 加點味道這樣 這樣有顏色漂亮一點 小朋友看到這些草喝 會不會就不想喝 分數太低是不是 不及格啊 我不知道 對 有可能小朋友說 加這什麼怪草啊 對啊 說什麼東西 你為什麼不給我加葡萄油 或是不是這個 檸檬 或加糖 不過剛剛立志琴 我覺得基本上是及格的 是OK的 及格的 對 因為它有加到鹽這個東西 因為我剛剛講說運動後 電解質會流失嘛 那其實除了這個電解質流失之外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呢 它也會需要一些糖分 因為運動完之後 其實我們身體的一個熱量消耗 所以會需要一些糖 所以坊間有些運動飲料 你喝起來不就是鹹甜的感覺嗎 那意識棒就加點糖好了 再加一點糖是不是 對 再加點糖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說鹽巴也不要太多 我們大概 剛剛有加了一點了 再加一點 我大概可能就從這邊 好 我們加一些鹽巴進去 我剛剛加一大匙 它就是你的三分之一 然後再加點糖 再加點糖 糖大概是加三分之一 鹽大概加四分之一 那其實大概這樣子就OK了 這一杯大概是250cc左右 是 對 或你可以多喝兩杯 應該沒問題 對 大概 大概其實這樣子就OK了 如果說小朋友還想 有一點點味道的話 那我們可以加點檸檬等等之類 其實像檸檬跟葡萄柚 其實都是比較 對 那其實對於小朋友來講的話 預防感冒等等的 那我可以加葡萄柚嗎 可以啊 對 那但是我覺得有個原則 就是說像檸檬跟葡萄這些 畢竟我們只是為了要調個味道 那調個味道來講 我們量就不要加太多 那我們現在要幫我們的長輩 就是說他平時水量就不夠了 那要怎麼樣去讓他們 補充這個水分呢 要可以加什麼 我會幫長輩 長輩應該運動量沒有很多吧 是不是 加這個 真的 你有心的 枸杞 然後長輩喜歡這個 對 記得我坐月子的時候 那個月嫂 他都會煮這個枸杞水 煮一大鍋 然後把它當水喝 就這個喔 加一片檸檬 這樣 這樣應該不錯吧 有紅有綠的 那個小黃瓜 這樣長輩會喜歡嗎 我覺得 真的嗎 不是 小孩子大 老上嫌疑 對 你可以這一 OK嗎 其實我真的覺得 曆琴真的非常 對長輩非常有孝心 對 什麼東西都加得進去這樣子 什麼都補充這樣 對 其實說 可能想說加點枸杞 可以幫長輩補氣 因為可能氣 比較氣虛等等 對 那加檸檬的話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的 像是一些維他命C 可以抗發炎 或者說是 像長固醇 還可以美白 還可以美白 對 不會有黑斑 那提醒一下說 雖然說枸杞這個東西 對長輩來說 那其實是一個 可以補氣的東西 對 但是有些長輩 他應該說我們還是要 透過一些可能診斷等等 他如果是比較氣虛的話 那我們當然會建議說 可以喝點枸杞 那但是如果說他的氣 如果是他比較 比較燥熱體質的話 反而這樣會越補越旺 所以這樣聽起來 歐醫師要給長輩 就是平常就是喝水量 不足的長輩 是那一個 就是直接 輕輕乳水 就是直接喝水 就是直接乳水 對 因為其實 長輩本身喝的水 就已經太少了 所以我覺得是說 我們最好就是讓長輩 多喝一些這樣的水分 就純水就好了 像有些腸味道 比較不好的話 其實可以加點薄荷 因為其實 所以長輩加薄荷是OK 腸味道比較不好 對 但薄荷就也不用加多 我大概加這樣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像小黃瓜 這個東西來說的話 其實小黃瓜 其實就是 他可以幫我們 立尿排價 等等之類的 對 那 所以的話 基本上來講的話 其實小黃瓜 那對於一些那個 可能身體比較容易 有水腫的人 其實我覺得也還滿適合的 這樣子 那 歐醫師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喝水 可是我唯獨氣泡水 我比較可以接受 而且是很流行的 然後氣泡水加這些也不錯 對啊 就特別好喝 然後很暢快 可是我本身的胃不是很好 我每次喝了氣泡水 我會脹氣 是 對 或者一直打嗝 OK 那這樣我還可以喝嗎 其實說 就氣泡水的本質來講的話 它還是水 對 那基本上它還是水 那如果說我們的氣泡水 裡面沒有加一些糖 類的東西 說它不是所謂的 含糖飲料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喝氣泡水 或喝白開水 其實基本上它的功效 應該是差不多的 對 但是如果說像 像疫情本身的腸胃道 比較不好的話 那又容易打嗝 消化不好 脹氣等等之類的 那喝了這些水之後 因為它本身來講 裡面就是有冠氣體 那有冠氣體的話 那可能就會讓我們的 腸胃的一個症狀 會更加的明顯 所以就比較不適合